喜欢春天的花香 夏天的海浪 秋天的枫叶 冬天的飘雪和每一天的你 大家好,我是橘子 银行发来工资条时 乡亲男也刚好坐下 他好巧不巧 就看到我那条短信 本月收入2800人民币 乡亲男穿得人母狗样 但脸上的失望 怎么都掩不住 他问,不会吧 你不是211名排大学的硕士吗 怎么才发2800呀 我翻着菜单说对呀 我住家里,2800也够用 乡亲男与其完全冷了 我扣完税都有7100 你才2800 我们以后怎么工房啊 我都笑了,看了眼手表 这位先生,我们见面还不到五分钟 你就开始想我跟你工房了 是不是啥房子都看好了 没想到他点头 我看好了 龙湾阁八十方的房子 首期三成120万的话 月工也要7800 我无语 想得可真美 我问,那首期您准备了多少 他骄傲地说 15万 剩下的首期就要你们家凑凑了 我笑死 那别指望 我月薪不多 没法为你家添砖加瓦了 话说到这份上 饭也没必要吃了 乡亲男假装接了个电话后跑路了 他刚走 我手机再次收到几条进账提醒 你好 您八月的工资已到账 月度奖金四万三千 季度提成八万两千 公积金双边到账五千二百 笑死 基本工资先发不行吗 我立刻给念云打电话 我嘴上喊他老板 但口气完全没有员工的自觉 老板 你必须要给我加工资了 念云是有名的工作狂 研发起软件来 不眠不休 三天不合眼 他茫然地接通电话 怎么了 是钱不够用吗 钱当然够 我也是股东 分红多得花不完 可财不露白 我在外头人设 就是月薪两千八百的精神打工小妹 我无语 刚刚的乡亲男嫌弃我月薪少跑路了 我一个人在餐厅好惨 老板 为什么我这个月基本工资只发两千八百 念云沉默了会 我让财务调的 他便又开口 嗓音充满雌性 挠得我耳朵里痒痒的 因为现在 杀气骗钱的男人太多 怕你不安全 两千八百还有降低的空间 下次要不调到一千八百吧 我喜欢念云 但从没表白过 过去没有 未来也没着打算 因为他有白月光 他喜欢的冯谦是班里的女神 琴棋书画都精通 他们才子佳人 如果不是冯谦一门心思要出国 现在他们估计早结婚了 毕业后 他创业 我也跟着他干 三年时间 我实现了财务自由 但暗恋这玩意 好像是场无期徒刑 永远没有刑满释放的一天 姨妈要给我介绍乡亲男 念云之道 她看我补妆 愁愁半天 最后只是提醒了句 杜霜 你可注意点 别泄露真实财务数据 知人之念不知心 所以他让财务把我这个月工资调成两千八百 真贴心 我无语 聂云可真是当我小罗芝啊 姨妈后来打电话说 那个小王 看不出人那么表里不一 还嫌你穷 气死我了 幸好我没说你在龙湾阁有房 不然他得死缠烂打 没想到几天后 相亲男居然来我公司面试了 碰着面 他愣了愣 虚伪地说 是你呀 我来面试经理 说不定以后就是你领导 我笑喷了 我记得 今天只是招个小项目经理而已 就在相亲男洋洋得意时 秘书小跑过来 他没搭理满脸殷勤的男人 而是把面试资料交给我 杜总 这是今天面试人员的资料 您过目 相亲男对杜总这个称呼 充满困惑 你在这家公司任什么职位 一个老总 月薪2800 我赶紧给HRD眼色 让他退退退 同事之间戏称而已 你看现在的明星 没演技 没怎么读过书 不也一样 大家一口一个老师吗 我这随机应变的能力真是强 相亲男立刻露出了然的微笑 难怪 我说呢 这家可是即将IPO上市的科技企业 怎么会有那么低工资的人 我可不想面他 怕麻烦 我就给聂云打了个电话 你在干嘛 忙不忙 聂总日理万机 说当然 三个网络会议 线下还有企业参观招待 你说呢 我说那算了 相亲男来面试 我得避嫌 不然太麻烦了 等一下 他立刻口气变了 正经又严肃 相亲男 那我要来 都给我等着 不是很忙 不是喘气 都忙不过来吗 不是要接待大客户吗 聂总阵阵有词 他相亲讨你单 万一进公司空我怎么办 必须我把关 几分钟 聂总闪亮登场 三件套西装革履 头发正亮 跟要去那斯达克敲钟似的 HR猛逼 我记得 聂总今天穿的还是短裤黑T 怎么了这是 我同样猛 谁知道呢 他向来争取斗艳的孔雀 面试开始 他听完相亲男自我介绍 问了几个信息技术相关的问题 相亲男回一个 他搏一个 最后 把人搏得面红耳赤 无地自容 聂总是行业大佬 跟他比技术 不是自取其辱吗 最后 他转了转笔 深邃的目光扫过我 我有不好的预感 聂云嘴角一挑 最后问相亲男 5月2日晚9点 你在餐厅吃了饭对吧 相亲男被问蒙了 然后狠狠瞪向我 他以为是我在告状 我比他还蛮好吧 聂云用笔敲了敲桌面 担定说 你淘丹的那家店 是我的 我们都懵了 聂云 现在请你 归还杜双小姐230元 以及对淘丹进行道歉 我目瞪口呆 那家店怎么就成了聂云的了 资本家 买地还不够 现在要进军餐饮业 相亲男脸红耳赤 愤怒地站了起来 把椅子都带倒了 我吓了一跳 聂云也沉着脸站了起来 气氛一下变得很胶着 很窒息 HR甚至准备偷偷叫保安来了 聂云身材高挑 气场强大 光靠眼神就逼得相亲男姐姐败退 他怂了 愿意给钱 给就给 我先说啊 我只是有急事忘记给了而已 但转我账的时候 还不情不愿嘟弄 我只吃了五口 他吃得比我多 二百三十是赤裸裸地勒索 聂云忍无可忍 当场拆穿他 你那五口 直接把最贵的鹅肝都吃了 你是来相亲的 我看你就是去钓鱼蹭吃蹭喝 笑死 我快乐点了收款 然后速度把相亲男删除好友 下班后 我在聂云门口等他 聂总 晚上走起 请你吃饭啊 聂云嘴角上扬 但用力抿下唇 故作正经地挣了正领带 考虑下 你打算请我吃什么 我美滋滋 今天进账二百三十元 那就请你吃大排档 聂云效益更深 杜总月薪两千八百 却舍得 请我吃那么贵的饭 很可以 我顺势拍马屁 那时那时 您是我领导 不对您好点 下月怎么涨工资呀 这几句话被财务主管听到 还忍不住翻白眼吐槽 两位大股东 算我求你们 你们要去吃大排档 被人拍到会怀疑我们公司有经济危机 你们就不能去喝八十二年拉菲 去吃法国蜗牛啊 我们沉默 聂云说 我对酒过敏 我说 我对一切代壳类的爬行生物过敏 财务主管压我们上车 直接飙车到法国米其林餐厅门口 他说 这里有夜景 浪漫的一逼 我跟我老婆求婚 就在这里 风水浮地来着 下车前 他贼嘻嘻笑了声 对聂云邀功 老板 我卡点发工资 效果不错吧 是不是回头也得给我加工资 我愣了 脑子有点发晕 卡点发的工资 聂云局促地避开我的视线 咳嗽了几声 重重把车门关上 让财务主管麻溜滚 我上电梯时 认真回忆了下 也是 仔细回想 那天工资是发迟了 别的员工基本下午就收到 我的却是在吃饭途中收到的 难道说 他是故意的 那他为什么要这样做 电梯门开了 聂云率先出去 看我慢半拍 他转头催我 走啊 还磨蹭什么 他站在巨大的水晶灯下 璀璨的光映在他的脸上 琉璃的光色 英俊的样貌 哪怕每天都会见到 可我还是忍不住为他心跳 他毕竟 是我从大学起就仰望 喜欢的人 我强压下心理情绪 入座后 我直接问 聂总 那天我的工资 是你故意让财务主管玩打的吗 我问得很直接 一点缓冲也没有 聂云拿餐牌的手遁住 有片刻的失措 灯光照射下 他瞳孔比平时要深邃一些 视线就这样停留在我脸上 我的心 像被一根蛛丝提了起来 悬挂在半空 很容易断 也很容易受伤 所以我从来不会跟人玩暧昧 对着喜欢的人 我受不了被对方吊着 多僵持一秒 都是多一份煎熬 所以我问聂云时 表情坦然的不行 半点退窃也没有 暗怨到很厚 脸上慢慢就能长出面具 那种不在乎的味道 我太会拿捏 终于 聂云承认 是我 对不起 我呼吸一顿 开玩笑时的接 聂总 你就那么怕我被人杀猪盘 我在你眼里就那么傻逼 我语气越无所谓 聂云的声音就越紧绷 已经到冷漠的地步 防人之心不可无 骗子脸上也不会写着骗子 果然 是我自作多情 但到底不死心 又追问 那家餐厅 真的是你买了 聂云满脸严肃 对 我现在是大股东 当然 这个与你无关 我是看这家店离公司近 你又总去那乡亲 觉得那里有投资空间而已 毕竟 我们园区女员工那么多 她这表情 跟忽悠投资人似的 我翻白眼 聂总 什么叫我总去 我才去了两次 每次都是无可奈何 每次都速战速决 聂云的表情 像北极动土 能磕坏铲子那种 是啊 所以我投资了 你第三次去 记得报我的名字 干嘛 想砸场子 她没好气 瞪了我一眼 给你打个折 行不行 我跟聂云两人 属于不打不相识的类型 读书那会 校园里有变态 毕竟我们校区在 鸟不拉屎的郊区 又大又偏 好几个女生被尾随过 某天我打工回去晚了 一路上就感觉背后怪怪的 总有个黑影 不远不近地跟着我 我抱紧书包 在对方即将搭上 我尖的瞬间 反手一书包砸过去 我跆拳到黑带 宝刀未老 揍人绰绰有余 被我扳倒在地的青年 就是聂云 他拿着我手机 无力呐喊 同学 你手机掉了 我只是想交给你而已 我一摸裤带 对哦 手机掉了 把人扶起来 我才发现倒霉鬼英俊的过分 身材高挑 见眉心目 很雕质 后来我才知道 他是聂云 今年颜二 大我三岁 这样的帅哥摆在面前 不追不行 我借着去道歉的机会 三番五次给他送奶茶 不仅给聂云送 他实验室的所有人 我都带一杯 我跟闺蜜说 这就叫城市包围农村 可有天 我提着奶茶去找聂云时 在他们宿舍楼下草坪 看到他抱着一美女 对方哭着 他笨手笨脚安慰着 两人看起来是那么熟 那么般配 我蒙了 以后退 踩到树枝 他们齐刷刷看向我 我看清美女是谁后 心凉一半 那是冯谦 学校十大校园之心 是选美比赛冠军 闺蜜当晚 告诉我打探到的敌情 冯谦跟聂云家是世交 据说是订婚的关系 他们还在校园外租了房子 估计是同居的关系 我心都凉了 怎么都同居了 都同居了 还喝我奶茶 气死 我准备找念云问清楚 冯谦却先一步找到我 他说 有些话念云不好开口 他代为转达 杜双师妹是吧 听念云提过你 你最近总给他送奶茶吧 他笑意盈盈 难道师妹是家境困难 再给某团送外卖 说实话 我那会傻白甜 根本不会对人 我整个人都僵了 逢谦笑里藏刀 完全不把我回事 以后少去烦他 否则 撕破脸对谁都不好 之后 念云主动来找过我 我这人自尊心高 生怕他要打我脸 还抢先一步说 师兄 其实我之前是对你同学 有点兴趣 不过 他好像有女友 哈哈 以后你可喝不上我的免费奶茶了 念云弄在原地 线长的睫毛附住情绪 半天后才哑着声音说 那没事 回头我请你喝 也一样的 那段回忆让我很不舒服 念云也吃得梅姿梅味 我们两人闷头吃 偶尔四目相对 立刻触电式地挪开视线 把法国菜吃成了大学饭堂济食感 吃完准备要走了 忽然有人叫念云 一回头 我裂开了 这什么狗屎运 这家餐厅 得拉黑 必须拉黑 是冯谦 他一身闪亮的改良款旗袍 踩着十厘米高跟鞋 对念云来了个大拥抱 亲爱的 我回国了 惊不惊喜 意不意外 念云的脸色顿时更差了 他先一步推开冯谦 然后立刻就看向我 眼神三分慌张 三分戒备 四分无措 冯谦身边还有个西装帅哥 估计是在暧昧阶段 四个人表面和气 实际上暗潮汹涌 早知道你有空 我应该回国就联系你 冯谦看向我 眼神审视 这位小姐很眼熟啊 我非常淡定地伸出手 别嘴一笑 杜霜 冯小姐不记得了吗 以前你还以为我送外卖的呢 哈哈 我小心眼 他对过我的话 我就得对回去 冯谦一叶 意味深长看着我们 念云 你跟杜小姐现在是 真是没想到你改口味了 怎么电话里从没提过 我真烦他 当年他抛弃念云跑国外留学 几年不回来 现在念云融资成功 功成名就 他一回来 就装西非回宫 问这问哪 我的嘴皮子 早在陪念云创业的这几年里 练得贼毒 什么场面没见过 什么人没对付过 我正要回击 忽然间 原本双手插带的念云 很自然抽出一只手 把我拉住 食指向扣的那种拉法 每一根手指之间都没有空隙 彼此的温度无缝交替 我的心剧烈地跳了起来 直直看向他 念云越发坚定地握紧我的手 他眼神轻轻一抬 淡定地对两人说 抱歉 我跟女朋友还有约会 去旧的吧 下次再说吧 女朋友 我吗 但我们好歹是商业搭档 这点配合度还没有 我立刻懂了 他是拿我当工具人 虽然不爽 但敌人的敌人就是战友 我愿意跟他共携手 打击绿茶 我飞快扫过两人的脸 艺人的表情很稳重 但略微发热的手掌心出卖了他 他在紧张 耳根子还略略有些红 看来冯谦的出现 对他还是打击蛮大的 男人对初恋 是不是都这样 逢千微妙地打趣 你这是谈的女友忘了朋友 我难得回来 就这点时间 你也不愿意抽出来呀 这话直接点燃了我的怒火 查得我生理不适 朋友各鬼 分手男女之间没有意 我叹了生气 配合的晚上念云的臂弯 牛皮糖一样挂着 我紧张得喉咙发干 表情还是稳得一逼 我们社会人就得会装逼 我茶里茶气回 对不起啊冯小姐 我们是真没办法 早计划好了 吃饭只是热场 还有下一轮活动呢 冯谦也不甘示弱 现在还早 加我一个不多吧 我一边握着念云的手 一边提着刚配货到手的 限量爱马仕 撩了撩头发 对她露齿一笑 抱歉啊冯小姐 我们接下来要做的事 善而不宜 可容不下第三人 这家法国餐厅 就位于酒店里 餐厅出名 但更出名的是 这栋被誉为 求婚圣地的安酒店 现在 我跟老板念云 对着念月套房里的大床 念念相去 大床上 还有红玫瑰摆成的心形 近来很久 我们才反应过来 手还牵着 几分钟前 我搂着念云的腰 轻轻热热上电梯 我本来是打算下停车场的 谁知道冯谦这个脚屎棍 也跟着上来了 他故意刺激我们 我有N酒店会员卡 念云 要不要给你们生房啊 以为我不敢要吗 我立刻说好的呀 那就麻烦你咯 做戏做全套 我黏答答撒娇 云宝云宝 你前女友真大方啊 念云手搂着我的腰 眼神飘走 好像隔离在战火之外 我这不要脸的劲儿 把绿茶气得半死 就这样 我们赶鸭子上架 刷开了蜜月房的门 66层套房 坐拥无敌夜景 外头灯火璀璨 风景绝好 念云无星风景 飞快地扫过周围 本来想做床颠 但一看上头的玫瑰花瓣 又改为做小沙发 那等会儿 要退房吗 他眼巴巴问 我从猫眼里往外看 要命 逢千也住这层 万一走的时候 又撞上就麻烦了 我小气巴巴算计 反正都给了钱了 不住白不住 也是 你说得很对 浪费就是可耻的 一人嘴角一扬 但又故作很淡定地补充了句 反正 又不是没一起住过 那不一样啊 以前是出差 我看了眼空气温度 18度 已经很低了 可我别扭地浑身发毛 热度的起源 就是刚刚牵手的那里 他说的那次 是创业初期 我们一起跑业务 为了省钱 我们住的是最便宜的单人间 我洗澡到一半 房间停水停电了 我顶着一头泡沫 等涅云下去买矿泉水 他提了两大瓶 爬十几楼 小心翼翼给我洗头 那晚 我们坐在停电的小旅馆里加班 用谨慎的电量 赶做PPT 涅云以前是非常不善言辞的男人 只懂做科研 公司的业务 基本是我在跑 可那次后 他克服设恐 路眼比谁都拼 涅云先去洗澡 蜜月房的玻璃门是那种模糊的材质 水声哗啦 我偷偷看了眼 身材还真好 他快出来时 我站在风口拼命吹空调 吹散满脸热气 涅云出来后 我装模作样 把玫瑰花都抖地上 踩了好几脚 涅云不解 你干嘛 我想得很周全 说 万一逢签来查房怎么办 我们要显得战况激烈才可以 涅云一愣 好笑道 一想得可真周到 那是那是 为领导服务 是我的职责所在 我细皮笑脸 掩盖脸上的扭捏 救命 涅云出来时裸着上身 上面水珠都没干 沿着胸肌的线条往下躺 他啥时候偷偷有了胸肌的 我实在没东西可干了 望着唯一的床发呆 涅云咳嗽一声 问 那今晚我们怎么睡 心跳扑通 热气又要上脸了 我立刻大声说 云岛睡床 您请 涅云本来也挺紧张的 被我这如临大敌的样子 逗笑出声 他拿起一个枕头 放沙发 你睡床 我睡沙发 可他有一里八基 沙发才多大 脚都得缩着 我一说要睡沙发 涅云就非常不满意 甚至要威胁我 再说 下个月底薪 继续发两千八百 那行吧 可这里只有一床大被子 涅云没东西盖 我打电话 让前台多送一床单人被 服务员送来时 斜对面的冯谦 正要也开门出来 我也不懂 他哪能掐得那么准 该不会再听墙角吧 冯谦瞟了眼我手里的被子 以你们不是逆月套房吗 怎么还要单人被 我支支吾吾脑子卡壳了 飞快地看向涅云 眼神求助 快快快 要穿帮了 涅云淡定地接过我的被子 然后对冯谦说 床不太够用 换地方而已 怕冻着 都是成年人 大家秒懂 他好会 我躲在他身后 耳根红透 脸一顿爆红 关上门 我们俩都齐刷刷松了口气 我耳根还在发热 声音都比平时要软 涅总 你反应挺快的呀 关了灯 我缩在床上 他侧身全缩在沙发里 他旁边是一盏夜灯 灯光朦胧地落在他头发丝上 我真正看他 涅云突然开口 杜霜 毕业后 你就再没叫我过我师兄 不叫 是因为这个称呼 比老板更亲密 会让我想起 我们相遇的时候 那些悸动的甜蜜 我低声说 在公司呢 叫师兄多不成样子 怕叫多了 你 涅云声音拉长 试探问 我会怎么样 叫老板 逼你加工资时 比较好开口啊 哈哈 他也露出一抹淡淡的笑 喉姐滚了滚 然后低声说 其实你叫别的 加得更快 喉咙有种生锈一样的色感 我用被子盖住半张脸 问声问气地 问出一个特别介意的问题 涅总 冯谦现在回来了 你会追回他吗 四周太黑 我听到涅云冷静地说不会 以前不会 以后也不会 他的决绝让我困惑 其实 也有老同学 怂恿过聂云 去美国找冯谦 他们毕竟是大家眼里的金童玉女 但聂云都以创业没时间 给推脱过去了 现在 冯谦回来的消息 聂家爸妈知道了 他们人在老家 专门给儿子打电话 长辈眼里 他们知根知底 从小玩到大 是最好的结婚对象 聂云当着我的面回 不可能 你们死心吧 聂家爸妈气地挂了电话 我很奇怪 聂云这人很一根筋 认定的是 就会死磕到底 如果他真爱逢谦 为什么任由他出国 为什么这些年 他从没主动去过美国 他也会休假 还约我去爬山攀岩家娃娃 怎么就没空飞美国 我心情烦闷 好在公司很快组织了团建 去了我一直很想定的度假村 到了大厅 我看人头传动 帅哥美女遍地走 好奇得不行 原来今天是有活动 高端相亲 HR激动不已 他也单身 两眼放光 立刻拉我报名 走走走 晚上还有泳池party 两人报名还能打折呢 他要拉着我报名 这时 聂云走了过来 他今天穿了套 亚麻辉的休闲装 吸引了不少目光 你们不办入住 在瞎搞什么 在得知这是相亲活动后 他神气不悦地瞪了我一眼 我莫名其妙 也不甘示弱地蹬回去 眼看要到我们缴费了 聂云没有片刻犹豫 挡在了我面前 他要干嘛 没想到聂云掏出银行卡 对工作人员说 我们三个都报名 我跟HR露出您疯了吗的表情 我们女生的是 他凑啥热闹 聂云里直气撞回 两个八折 三个七折 我在替你们省钱 感谢您里 感动中国好老板 比心哦 工作人员带我们到隔壁小房间填写资料 一般这些都是要填工作单位 收入什么的 聂云人才出众 是最稀缺的资源 我现在情绪非常糟糕 尤其当几个女工作人员 围绕着她问东问西时 这股恼火直打巅峰 那聂先生 您的月薪范围需要填写一下 在这里工作人员还在介绍 我拉过一个椅子坐过去 然后故意说 聂云 月薪两千七百五十 睡前哈 聂云争中住 片刻后 她明起醇 但眼里的光 证明她在忍笑 笑什么 以牙还牙而已 工作人员也愣了 实在没想到 聂云这样人模人样的工资能那么低 她再三确定 聂先生 请问您的月薪真是这样吗 对 她说的对 我就是两千七百五十 不过她也好不到哪里去 聂云坏坏一笑 她两千八百 也是睡前 HR用看疯子的目光看我俩 就这样 晚上的party上 我们被分到了边角位 夜晚的酒店外微风正好 聂云伸出手 要拉我起来 我们去那边江边 人少 我忍不住打去 那我们报名就是来看热闹的呀 嘴上这样说 但我还是把手递给她 她拉我起来 力道没控制住 我亮相往前 一头撞进她的怀抱里 聂云手臂收紧 我脸贴在她胸口 心疯狂乱跳 说不心动是假的 她的呼吸停留在我耳边 暖暖的 要跳舞了 学校教的 你还记得吗 读书时 我们参加过校园舞会 那会我们都不会跳 笨拙又僵硬 互相踩脚 跟个傻子似的 我轻轻说 记得 我踩了你十三下 聂云低笑 那你放心 我不会抱负 甜蜜的音乐 暧昧的熏香气味 一切的布置 都在为浪漫服务 露天无常理 年轻男女寻找着舞伴 有男人走过来问我 这位小姐 可以请你跳一支舞吗 我跟聂云刚分开 心跳还没平息 聂云帮我回客气说 抱歉 但他下手舞是跟我 男人身是地点点头 最后递来一张名片 这是我的联系方式 有机会 我们做个朋友 我接过名片 先生 我是月薪低于 三千这一栏刀 男人眉眼温合 工资也不能决定一切 小姐不用妄自菲薄 我穿的是连衣裙 身上没带 也没有拿包 等人走后 聂云自然而然地问我 我帮你带着 我沉默地交给他 舞曲开始 聂云对我做了个 邀请的姿势 我有时很不理解 聂云的这份独占语 到底是出自习惯 还是喜欢 他可能习惯了 我陪着 陪着他创业 从无到有 所以没法接受 我去开启新的生活 如果是喜欢 舞曲结束后 我深呼一口气 抬头看他 聂云 有件事 我得跟你说清楚 他也看回我 我也有话跟你说 他的眼神是那么专注 热烈 给了我莫大的勇气 我感觉自己 伪装了很久的面具 在他的注视中 被逐渐腐蚀 很痛 但又有些扭曲的爽快 这几年 我把时间都花在公司 给你身上 我想 我是时候走出来 去试试不一样的生活 聂云 你不觉得 我们之间的关系 有点太近了吗 要不更近 近到彼此没有秘密 近到可以一辈子 要不就彻底拉开距离 做最冰冷的上下级关系 你指的不一样的生活 是怎么样 可以告诉吗 聂云急切握住我的手腕 我对你 突然 他卡住 怎么了 我抬头 我抬头发现他的表情不对劲 眼神也不在我身上 他看向另一边 我跟着一扭头 有句脏话 忍不住要骂出来 怎么又是缝迁 我上辈子是挖了他家坟吗 他喝了好多酒 满脸通红的 跟几个男的打琴妈俏 聂云脸沉下 我看他要过去 一把拉住他 甚至用了点力气 聂总 你去合适吗 这点阻止 就是目前能做到的全部了 不然 我用什么立场身份去阻止 人家才是青梅竹马 于情与李聂云都得去 所以他对我做了个抱歉的手势 急切说 稍等 我去去就回 他大步朝逢迁走去 推开那几个男人 不由分说将人拉走 我呆呆站在原地 视线模糊 刚刚有多雀跃 现在就有多失落 我一个人回了房 喝了很多酒 酒精可短暂地麻痹我的痛苦 将我刚刚脱落的面具 再填补上去 我们中间永远有逢迁 我太累了 我们的教育永远都是 教人去坚持 去努力 就是不教人如何放弃 可爱情 偏偏是靠努力 没办法获得的 第二天 聂云来敲我门 杜双 昨天我安置好她 回来找你 你是睡了吗 怎么一直没回电话 我打开门 已经梳妆打扮好 容光焕发 还贴了假睫毛 感谢王贵的化妆品 去水肿妥妥的 聂云有点被惊艳到的意思 你现在要去吃早餐 一起 我指了指她身后 昨天约我跳舞的男士 冲我招手 我说对不起呀 聂总 我要去约会了 很不适合带领导 在聂云实话的状态中 我带秦云去了西餐厅 她是某投行的经理 谈吐文雅之进退 我们相谈甚欢 吃过两次饭后 秦云送我回家 下车前 她对我表白 我拒绝了她的靠近 抱歉 我想还是做朋友吧 我对她还是一点 没有动心的感觉 秦云失落地垂下眼 然后诚恳地说 自己会等 那我们就从朋友做起 再慢慢了解 下车后 我发现聂云在小区门口等着 秋天要入冬的季节 她只穿了件薄衬衣 再多等会儿 铁定得感冒 关心的话差点脱口而出 我强忍住 讥讽 聂总 都十点半了 这个点有何贵干啊 自从那天后 我们就开始冷战 或者说 我单方面不理人 聂云道歉我不理 她去排队两小时 买网红奶茶 送到我面前 我也不喝 聂云看到我从秦云车上下来 气急败坏地上前 秦云这人品性不端 你不能跟她在一起 管真多 凭什么 我火大了 正要发脾气 她递给我一打资料 我翻开一看 居然是秦云的背调 聂云是真急 那样子就像怕闺女被人骗的老父亲 急的话都说不清了 她离过婚 第一任妻子是富婆 她分走了对方一半家产 做投资经理后 专门接触你这样的有钱女性 不少人都被她骗财骗色过 在度假村 她是蓄意接近你 调查里写得好清楚 我心里一惊 但仔细一想 又在意料之中 秦云太会配合人 有种从事特殊服务业的油滑感 她看我的眼里有多少喜欢 我也不傻 难道分不清吗 我合上资料 迎上聂云急切的眼神 聂总 谢谢你的关心 可是 我也有遇到渣男的权利 你懂吗 聂云不理解地看着我 那冯谦就很好吗 你还不是对他念念不忘 爱就是这样不讲道理的 不是吗 怎么又扯到他身上了 聂云大直男 有时脑子真就转不过弯来 我不是跟你解释过 那天我安顿好他 就立刻来找你 可敲门 发信息你都不理我 我小心眼 拧着眉 不肯放过他 他一个成年人 喝点酒你都要管 宁可真操心 那以后 他甚至半夜找你 你也得去 聂云总你是什么 24小时后服务的备胎吗 念人想解释 我也等着他进一步解释 可他像藏着秘密 说到一半又生生厌了回去 冯谦想录制我们公司 他在美国读传播的 想来我们这座宣传主管 还有这种事 我火更大了 我还是股东嘛 这种事都不告诉我 聂云又拿出一份资料 我要出差 明天他的面试 你去负责吧 好家伙 要面试情敌 那我得拿出真本事了 连夜做spot 去死皮 做造型 面试当天 冯谦信心满满来了 结果看面试官是我 他态度大转变 怎么是杜小姐 你来面 不怎么合适吧 我坐近主面试官的位置 公事公办地告诉他 念总出差 我就是公司负责人 杜小姐是觉得哪里不合适 隔行如隔山 我是美国L大传播学硕士 杜小姐 没记错 是你读的是环境工程 小样 拿学历白谱 我笑了 我管上百人 清北一抓一把 H2忍不住对了他 公司从起步阶段 运营销售这块业务 一直都是杜总在负责 成绩亮眼 你来面试 难道连这都不知道 看来你对我私了解不深啊 杜双表情不好看 我这样的高端人才 更需要了解战略层面的信息 他长得漂亮 又有跟聂云这层关系 以为对offer十拿九稳 没想到 遇到我跟H2两座大山 我闲闲靠着座椅 告诉他 任何一家公司 都是领导少 人工多 难道要领导 修满所有科目 再去管员工 冯小姐的想法有点天真啊 这场面试 可把我面爽了 结束后 我在电话里告诉聂云 他不合适 他说明白 我相信你的专业判断 我仔细听他的声音 没有不悦 没有反感 他好像真的是全心全意地信赖着我 我压抑了好多天的心情 终于有了松动的痕迹 我不喜欢他 聂总你 不会觉得我在公报私仇吗 聂云的嗓音从电话那段滴滴传来 你生我气 但不会生公司的气 而且你是重要股东 很多事他都得配合你 如果一开始就合不来 也没必要勉强 我开心了 说实话 但他要真是牛逼人才 我肯定愿意收下 但实际上 他的实力与薪资水平不符合我们要求 仅此而已 没挂电话 聂云微信发来一张天空的照片 他问我 你看这像什么 我认真端向照片里的蓝天白云 像啥 猪妖子 他沉默 恨铁不成钢地说 你不觉得 这像爱心吗 聂云深呼吸口气 重新调整好语气 读双 你上次说能管你的男人 除了爸爸 就是男朋友 那老板不能算在内吗 我的心再次悬空 晃晃悠悠 悸动依旧 跟大学时一模一样 我的心 怎么只能在这片土壤里野蛮生长 我稳住心跳 温身毁 老板 又不能发我一辈子工资 也是 你说的对 匿人顺势改口 那如果 我不做老板 做你男朋友 你觉得可行吗 几天后 冯谦又来了我们公司 这次 他是以某传媒集团 新任副主编身份 来采访聂云 我不想去 借故说有事 主要 那晚聂云表白完后 我有点不知所措 脑子一团乱 幸福来得太快 我有种接不住的慌张感 行政主管却说 聂总叮嘱你一定要来 杜总 您就别让我难做了 我去到会议室 里头灯光师已经不好场 逢千身穿职业装 对我投来一个冷冰冰的笑 他问的一个问题是 聂总 作为如今市场上最炙手可热的 科创企业 你创业的最大力量是什么 这个问题好无聊 我打哈欠 肯定是一些套话啦 什么为社会进步 贡献多一份力之类 谁知 聂云眼睛一转 目光越过逢千 直接落到了后面的角落 准确来说 是我身上 我创业最大的动力 是我的合伙人 他声音清朗 每个字都能让大家听得到 美光灯下 他一本正经地对我微笑 也是我的喜欢的人 杜霜 太突然了 别说我 其他员工都是一脸猛逼 停滞片刻 所有人都挖屋地欢呼起来 冯谦也是没想到 一贯内敛的聂云能说出这话 他屡次想拉回正题 但聂云直接当没听到 我捂着嘴 心如肋骨 不敢置信地看着他 当时我创业 找投资很困难 是你放弃了很多优质的offer 拿着所有的积蓄来支持我 是的 我当时把所有积蓄 连通嫁妆砸了进去 他人帅 喜欢他的女人多 有个白富 没想通过注资的方式 获取他好感 直接被拒 我怕他拒绝我 所以还故意强调 我入股 可不是因为你 我喜欢的是别人 只是看好你公司的未来 你可要给我赚很多的钱才够哦 匿人里的敏唇 耳根特别红 创业最艰难的时候 账上都没什么钱了 我们只能住81晚的招待所 晚上停电停水 我去楼下买水 帮你洗头 楼很老 很黑 一路上我又想 实在不行就放弃了吧 不能让你跟着我吃苦 你不是没有选择的女孩 只要你想 你完全可以找一个安稳的工作 可你一点抱怨也没有 还背着明天路言要讲的东西 那些都是技术类的资料 你知道我不爱对客户 所以总是你去 我当时就想 聂云 你真怂 他眼底盛满温柔 嗓音震战 我没有退缩的余地 我必须成功 为了你 聂云也不管采访了 直接来到我面前 在其他员工的掌声中 郑重地牵起我的手 杜双 你现在愿意从股东 变成老板娘吗 我感动地哭了 一边点头 一边扑进聂云怀抱里 胸肌是我的 帅哥也是我的 这下连公司都要是我的了 我刚为了应对逢迁 特意化了特别妖艳见货的妆 这下全哭花了 聂云温柔地给我擦干泪 等着我的回复 我哽咽着说 那以后能弄我给你发工资 聂云顺从地报警我 说好啊 你管我 发多少都行 我深吸一口气 两手缓住他脖子 往聂云脸上飞快亲了一下 然后对大家宣布 聂总 下个月只发2800 我更正 我是最低职工工资 是1800 就发这个数 员工们纷纷大喊撒狗粮了 这狗粮多得吃不下去了 我把聂云抱得更紧 后来 我问起他 为什么不早点表白 聂云提起就无语 谁让你隔三差五说不喜欢我 创业也只是看好项目 不是因为我 我根本不敢直说 好吧 我笑喷了 原来演技太好 也是问题 我凑过去 捧住他的俊脸 送上一个吻 他呼吸乱了 但还是缓了片刻 然后一下将我压在沙发里 我顿时陷进柔软的小牛皮沙发里 我没有反抗的力气 只笑着看他 聂云孤住我的腰 稍稍往上一送 这样的姿势会更加方便接吻 恋爱关系确定后 我们进展飞速 每天就是搞事业谈恋爱 日子甜的冒跑 我把家到的各种公仔摆在他车里 有次投资人上车 小厨生 聂总 你这车怎么整地跟迪士尼似的 聂云从前视镜里看我 我坐后面偷笑 他眉眼弯弯 宠溺地笑 嗯 我女朋友喜欢 他还说 婚礼想去迪士尼呢 没想到 我们恋爱 逢千背后告状去了 那天 是我搬到聂云家 正是同居第一天 我们正窝在沙发上选家具呢 聂家爸妈没打招呼 带着逢千 直接杀上门了 看到成双成对的鞋子 聂妈愤怒了 不行 这个媳妇我不认 我就要牵牵 聂云把我挡在身后 在我不知道的时候 他已经背后跟爸妈起了好多次冲突了 现在都很淡定了 面对怒火中烧的妈 他只是冷静地说 杜霜 是我们公司大股东 现在他才是我老板 他毫不留情地对爸妈放大招了 所以 请不要乱插手 得罪我的老板 聂家爸妈怂了 看吧 绝对的另一面前 他们也没话说 我给老人家冲了热茶 聂妈一屁股坐沙发上 就是不喝 聂云接过那杯 自己喝了 聂妈还是不甘心 她是看着冯千长大的 打心眼里当女儿 聂云 冯千哪里不好 你们都那么多年 有点小误会 也早该解开的 聂爸也帮腔 对呀 千千当时去美国 也是为了学业 都可以理解的呀 冯千捶着眉妆可怜 劝你妈 阿姨算了 聂云肯定还生我气 你们不要让他难做了 啥意思 说的聂云跟我一起 是为了气他似的 太把自己当回事了吧 我不生你气 冯千 聂云放下茶杯 他只想早点结束这场闹剧 所以对在场的所有人说 我不可能跟他一起 因为他本身 不喜欢我 也不喜欢男人 什么意思 我都傻眼了 这话 信息量爆炸 冯千跟被戳中痛点一样 猛地站了起来 聂云你乱说什么 你可以不喜欢我 但请不要污蔑我 是不是污蔑 你心里清楚 聂云情绪很淡 我觉得这不是什么丢人的事 坦诚自己的喜好 对大家都公平 这些年 我都在为你打掩护 大学时 你用我的名义 在校外租房 跟同系师姐同居 我可以不管 那次你跟女朋友分手 你来找我哭诉 被杜双看见了 我跟他还在暧昧期 你说会帮我去解释 结果你说了什么 你自己心里清楚 让我跟杜双互相误会好久 你想让我当你的幌子 因为你需要一个优秀的男友 优秀的老公 你想在社会上有地位 你想爱情与面子双丰收 当然可以 但我没有义务帮你了 说完这些 聂云二话不说 拉着我的手走了 留下冯谦 跟聂家爸妈面面相去 上了车后我还猛 聂云贴心地给我系上安全带 你们没同居过 那你为什么愿意替他挡那么多年 聂云叹了生气 你没发现 在热的天 逢千都没穿过短袖吗 我仔细一想 好像真是 可有什么关系吗 小学三年级 我们一起玩鞭炮 我探完造成了事故 鞭炮炸了 他身上流了严重烧伤 他后来交女朋友 说因为自卑 没办法跟异性接触 我不懂心理学 也不知道这到底是不是借口 我欠了他 我爸妈也总说 我家欠了他 对他很愧疚 从小到大他要什么 我们都尽力满足 我之前真以为你喜欢别人 所以一直没告诉你这事 现在他回国 不想跟家里人坦诚 还想要个吃灯吃底 能配合他的老公 难怪他要拆散我们 也难怪那次相亲会 聂云强硬地把人带走 不让他继续祸害别人 那就过分了 聂云也有自己的生活呀 怎么可以一而再 再而三地利用 反正撕破脸后 聂家爸妈再没找过我查 后来 我们重新在公司附近 买了套新房 三房一听 用聂云的话来说 太大不好 万一亲起来了 就有借口让大家住酒店了 他的东西不多 一下就搬完了 我的就太多了 光衣服就挤车都搬不完 我们的一堆东西混在一起 我收拾时 忽然发现 他有个大箱子 箱子很大 里头东西却很轻 我晃了晃 想问聂云 发现他还在忙着布置卧室 我就拆开看了看 箱子里头 居然是好多奶茶杯 包装好熟 分明就是当年我给他买的 那家奶茶店的瓶子上都有不一样的祝福 我每次提着一代去实验室 会偷偷地把最好的祝福拿给聂云 我喜欢他 想把天底下最好的事都送给他 没想到 这些他都洗干净留着 珍藏到现在 我暗恋他 原来他也喜欢着我 我鼻子好酸 跑到厨房 从后头环抱住聂云的腰 怎么了 他被我吓一跳 转过身来 把我按进怀里 我想起这些年 我们那些无谓的坚持 努力 好像在某个时候 所有付出的点滴都结出了果实 我擦擦眼泪 撒娇说 没什么 就是突然想喝奶茶了 医人与我对视 他看到了那个打开的箱子 一下明白了我为什么哭 他跟我额头相抵 温柔的眼里 倒映着时光于此刻的我 那好 今天就去学校那家奶茶店吧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